泰雅族女看著幼歡的照片 說不出來中文幼歡兩個字 還說了閩南語 只知道這是一隻泰雅族人所稱的 也就是幼歡 雖然不知道中文叫做幼歡 但是幼歡跟白鼻心族人們 還是可以分辨得出來 泰雅族老頭目認真的解說這條繩子的運作 這條紅色細細又長長的繩子 就是用來狩獵的陷阱 雖然媒體不斷報導幼歡感染狂犬病的確診 病例 看到照片 部落頭目才恍然大悟 原來就是泰雅族語所說的 去釣山豬 換仙琴 看到它那個路徑就晃 只要看到 兩天之內就會釣 那個鼻固的路徑很好找嗎 很好找 附近都有 我這邊放繩子 不是鐵架 放繩子 看路徑以後就放 釣了才掙扎的 抓起來 抓起來要帶帶子 不帶帶子的話你不能用手 很容易會 頭一轉就搖了 搖就很會搖 但搖就搖不晃喔 族人表示通常比較大隻的就是白鼻心 幼歡體型比較小隻 但是族人也表示幼歡鼻鼓 因為是夜行性動物 又是中低海拔生活 通常不會出現在部落裡 現在發生幼歡感染狂犬病 認為不尋常 也對幼歡如何染病感到疑惑 接著阿里哪個算 烏龍西美士烏來採訪不到 超級大隻的